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我是歪叔 大家知道,人体的含水量大概在60%到70%左右 今天在门背后又发现了两只死蟑螂 正好我们用这两只蟑螂来测一下它们体内的含水量 大家可以猜猜看,蟑螂的含水量会比人类多还是少呢 这两只蟑螂肥嘟嘟的,看样子体内的水分应该还没有流失多少 趁着新鲜赶快来称一下重量 青鳞去皮 第一只小强有多重呢 第一只小强的重量是1.1克 接下来称第二只小强 第二只小强的重量是0.9克 这只明显要瘦很多啊 下面得把小强身体里的水分去除掉 怎么去除水分呢 当然要来点硬核的东西 这台电脑看上去是不是有些奇怪 怎么有两个散热器 没错,这是一台双路洋拉机 有24核48线程 曾经用它剪辑了很多视频 但是由于发热量巨大 已经闲置好久了 用这台电老虎来烤蟑螂应该很合适 把小强放到散热器上 然后开机 不要记忽这沙马特风格的风扇 5块钱一个,要啥自行车 现在这样空载散热器上已经能感觉到温度了 就不单烤FPU了 碳中和省电最重要 很快三天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只蟑螂 看样子应该是干透了 接下来重新给这两只蟑螂称一下重量 第一只蟑螂的重量是 0.4克 比烘干前轻了0.7克 第二只蟑螂的重量是 0.3克 比烘干前轻了0.6克 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 第一只蟑螂的含水量是 看来蟑螂的含水量跟我们人类还真差不多 都是60%到70%左右 你猜对了吗